民進黨立委候選人 吳祺明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總統蔡英文清零現場助政 因為新北市土城三峽區立委戰況激烈 不只藍綠各推候選人 還有郭台銘及柯文哲聯手推薦的李靜穎 蔡總統不敢大意 要大家把票留給民進黨 就在蔡總統抵達之前 行政院長蘇貞昌以及副首呼聲很高的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先到現場 不約而同提到香港最近發生的事情 要求支持者一起守護台灣民主主權 蔡總統和賴清德最強雙母雞全力拉抬順勢 希望吳祺明能衝高票數 但是是否因為宣布蔡賴配的時機還沒有到 可以把行程安排疫情以後 要把同時推薦了 本台機會留到高雄或台北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留下許多想像空間 原日新聞綜合報導